你把你前几天 在广州所有的活动 都告诉我们 从早到晚 你都干了些什么 见了什么人 样样地说 不许有任何遗漏啊 那秋实 回答问题 秋实 你倒是说话呀 我不能说 为什么 因为这些活动 关系到交通线的 工作和安全 这是组织的秘密 除非 见了相关统治 或者是交通局的领导 否则我无权告诉任何人 安小时同志 你要是不说的话 怎么能证明你去参加 原厂的婚礼 是为了完成 交通信上的任务吗 那就等老谢从苏区回来吧 或者是 让我直接见交通局的领导 一切问题我都可以回答 你的意思是 我们没有资格审查你是吧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那就是 你太成功了 你要知道你这是在什么地方 我们不是在求你 是要求你自己交代自己的问题 你什么都交代不出来 就说明你心里肯定中贵 肯定和原厂之间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吗 同志 如果你非要这么说 我无话可说 你 你 那就是 你这是负饮安抗 你要考虑后果 好 那批布已经安全地 用往中央速区了 太好了 上级来了新的通知 由一批无线电器材 急需运往中央速区 大正堂们也去深海接获了 这批物资很重要 为了安全起见 我准备亲自带一批护送队员 到汕头交界的地方接大正堂 好 站着 老胡 你们要说句话 麦秋实他怎么可能通敌 他怎么可能叛变 孟子同志 你先冷静冷静 组织上正在调查这件事情 我相信 会有一个公正的结论 你从上学的时候就认识九世 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清楚 上学的时候我是了解他 我敬佩他 我敬佩他 可人是会变的 尤其是现在 斗争这么艰苦 形势这么复杂 我们周围的人什么样的变化没有 你什么意思 当年在我们黄埔和你们宽雅 多少七年为了追求人生理想 为了革命激情澎湃热血沸腾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当年的同窗现在在哪里 大多数咬如黄河 还有的变成了对手 在沙场上生死相搏 这样的变化当初能想到吗 我可以证明 麦秋实他没有变 他始终是那个思想纯洁 信仰坚定的革命者 你可以证明 还是先把你们的关系 搞清白了再说吧 没错 没错 来 来 来 穆苏 他的话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穆苏 我要去找上级组织 我要告诉他们 卖秋实绝对不会叛变 是啊 我也这么认为的 对了 你也代表我反应反应 可现在 上哪儿去找上级组织啊 我也这么发愁呢 只要是谷大璋在就好了 他是联络员 可以和上级取得联系 我听黄奇说 谷大璋到上海去 借一批物资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 但是秋实的事不能等啊 要不我现在就去 米溪找特伟 不 你怎么找啊 我们每次去米溪 都是到苏区的边界上 和那边派过来的 交通员单线联系 现在你一个人 到苏区去找特伟领导 太麻烦了 费时间不说 这关键是 关键是什么 你说呀 穆苏 你也知道 黄奇 你给特伟领导写了一封信 反映你和秋实的关系问题 对不起 对不起 蓬苏 我没别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你现在去找特伟领导 他们对你过去不了解 万一他们的态度 和刚才黄奇的一样 觉得你和秋实关系不一般 替他说话是出于私心的 那你说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秋实 被冤枉吧 燕吾 你去找老欧 找他 对呀 老欧现在负责审查秋实的案子 他过去又一直和你们 在一起工作 对你和秋实都很了解 这么多年的交情了 我相信他会听秋实说话的 我听说现在汕头大战 有陈贵暂时带领战长的 陈贵 他来带领战长 是啊 他现在和老欧的关系不一般 这事大家都知道 老欧现在主要待在闽西 也经常回汕头 去督促一下战里的工作 对 你到汕头大战去 等我老欧回去时 让阿贵和你一起去帮着说 我想他肯定会答应的 可我实在不想见欧大明 我真的不想求他 宝苏 现在只有这个办法最管用 只有老欧可以救秋实 宝苏 救秋实是大事 你赶紧走吧 这儿的工作有我 我帮你跟战长说 好吧 我去山头 我去山头 一个幽灵 共产主义的幽灵 在欧洲大陆上徘徊 为了对这个幽灵 进行神圣的围剿 救欧洲的一切势力 教皇和沙皇 梅特尼和姬祖 法国的激进派 和法国的警察 都联合起来 还记得在法国 勤工俭学的时候 里昂大学的那次聚会吗 你忘了 当时是因为叛徒的告密 在那次聚会 你们就被几个警察 给带走了 当你见过我们宿舍 门口的时候 你就用法语 大声地朗诵着这样的句子 你昂首挺胸地 走过了那条长长的 开满鲜花的走拉 你是立昂大学的留学生 是 那时我特别崇拜你 可惜的是 你们被警察带走以后 没过几天 就被遣送回国了 是啊 那个时候 我们真年轻啊 那个时候我也刚到法国 法语也不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念的是什么内容 就去问别的同学 我才知道你朗诵的竟然是 共产党宣言 一直到现在 每每想起这个场景 我都会全身地热血沸腾 可以说你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 引路人之一 可现在你却成了审判者 而我成了你的囚徒 而我成了你的囚徒 老美 我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 其实这几天我的心里很不安 我尽量地忠实履行我自己的职责 可是现实中有太多的事情 让我无法理解 在前线 在前线 红军官兵在毛泽东诸德的领导下 进行反围剿 浴血奋战 可是在中央苏区 在闽西 相干 相干系 恶相晚苏区 我们的党员 团员 红军战士 红军干部 在一波又一波的肃反中 被哭 被杀 一切人就因为是莫须有的原因 就被处决了 甚至不用审判 不用向上级批准 在这样的形势下 加上你现在确实有一些嫌疑 你难以洗脱罪名了 比如说 你说我原查写给你的迷信 欧达明对你的指控 所以现在你的处境非常危险 甚至可以说是命悬一线 我理解你 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 组织性和机密性 你是不能够随随便便地 公开自己的秘密工作 可是现在你只有把它说出来 你只有把它说出来 你才能够证明你自己的情白 你知道吗 请问你们 如果你什么都不说 可能如你所说 你坚持了组织的纪御性 但是你很可能背叛有罪 而失去生命 我想问你 在这种情况下 你该怎么抉择 宁可失去生命 也要坚持原则 因为我不能背叛自己的信仰 不管我参与的审判 将会做出什么样的判决 我都对你的奇迹充满惊议 你快一点 快一点 还有你 稍微快点 老公走之前就说了 这批药材要抓紧时间 打包好 送往苏区 这你们可好 磨磨蹭蹭到现在都没有打包 这要是让老欧知道了 又该说我办事不得力了 这药本来成色就不好 又没炼肝 打了包没等送到苏区 这药早发霉变质了 发霉变质的药能吃吗 那是毒药 那你这么说 是我这个代理站长说错了吗 阿贵啊 以后称呼不要太随意了 我现在是代理站长 站长 代理站长同志 话不能这么说 那该怎么说呀 阿贵 阿贵 莫苏 你稍等一下啊 反正我不管 你们抓紧时间 把药材给我打包好 班哥了时间 你们负责任 莫苏 这么大老远来 你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小远 又长高了啊 阿贵 我找你有急事 自从啊 我当了这个代理站长 这每天都是事 个个都是急事 别站着了 进屋说 一路上累坏了吧 快 快进来 爸爸 爸爸 这孩子 别乱东西 阿贵 吓着孩子了 坐坐坐 小远 这别用的东西不许乱摸 知道了 阿贵 阿贵 你最喜欢你了啊 乖 来 来 小远 喝口水 买好了 莫苏 这你也看到了 我和老欧 我都知道了 这种事吧 总是传得特别快 你也知道 我一直都 这些许 老欧是适合你的 我真的为你高兴 我是觉得 老欧真的是不容易 我想让他过个好日子 我就闹不明白了 老欧那么好的一个人 你怎么就看不上他呢 你看他以前过的 那是什么日子 那么大的一个领导 痴痴成那个样子 穿穿的拉里拉遢的 就是出事了 你知道吗 我知道 老欧就是被特伟 调到米西去 参加审他的案子 现在老欧可不比从前了 这边有这么大一个站 他要管 特伟那边有事 也离不开他 他就一个人忙着呀 恨不得批成两半 我就是为秋实的事 来找老欧的 之前你们不把老欧当回事 现在有事了 还得来找他吧 我想让老欧 替秋实说说话 他绝对不会通敌 绝对不会背叛革命的 有事了 你知道吗 你就在这儿了 能不能把老欧与她 不是avill人 你不能把老欧的 成什么样子了 我心里 真为你感到难受啊 兄弟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 是 你讲党性 讲原则 说句心里话 我佩服你 但是现在摆在你面前的 只有两条路 要么说出你现在 所有的活动 虽然会犯错误 会违反地下工作的记录 但是你却能留下一条性命 要么 就像你现在这样 咬死了什么都不说 但是这样 就无法摆脱你 通敌的嫌疑 你就是死路一条 而且到死 你都会扣着一顶叛徒的帽子 你说 你该往那条路上走 那你这意思 是组织错了 你不相信组织了 阿贵 我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嘛 组织是不会随便冤枉一个好人的 他怎么不说你 说我说老欧他有问题啊 阿贵 我们都认识秋实这么多年了 难道你相信秋实会干出那种 暗中勾结敌人 背叛组织的事吗 说句实话 其实我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那秋实他是坏人 老欧走之前 我还特意问过他呢 他怎么说呀 保命最了解 犯了错误以后还可以改呀 说不定以后这件事情 还能翻过来 发现你没有错 给你平反 要是明白了 那就什么都完了 人生 事业 生活 老婆 孩子 子孙 后代 统统都完了 一切都抖一脸 你说这是何苦的 还是先活下来再说 过了这一关 走一步看一步 老百姓不是有一句话吗 叫好死不如来活着吗 我十几岁就离开假乡参加革命 早就把生死 砍淡砍头了 我可以随时舍弃自己的生命 但是我绝不容忍 让自己的灵魂沾染无蝶 让自己的灵魂沾染无蝶 老欧说 麦秋实肯定是有嫌疑的 要不然组织上也不可能抓他 但他到底有没有问题 现在还不好说 还得等调查之后 才能下结论 现在别人说什么 都不好使 好 好 那我今天就不走了 我就在这儿等老欧回来 我有话对他说 我要让他替我 向组织转达我的意见 秋实跟老欧一起工作的 时间最长 他应该知道秋实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但凡有点良心 就应该替秋实 说句公道话 你别在这儿等他呀 他还指不定 什么时间才回来呢 不管多久我都等 什么苏 你什么意思啊 是你看不上老欧 我才要他的 现在倒好 死皮赖脸的赖在这儿 不走了是吧 小远 过来 干什么大伙子 还来 你真是不打算活了 跟你这么多年的战友 说句心里话 我真的是为你感到可惜呀 太可惜了 既然这样 那你还不赶快把那几个 大战的资料交给我 不然你死了 就没人能掌握 整个交通线的全面情况 交通线就会陷入瘫痪 就无法运转呀 不让敌人 踏进苏区一步 不让敌人 你让老谢 或者是中央交通局的领导和我见面 哪怕见完面之后再处决我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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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他们 这些资料 我不能给任何人 就是啊 我和你一起战斗了那么多年 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 我说了 除了老谢和交通局的领导 这些资料 任何人都不能给 你不要紧 还是那么地做事一根筋 任死了 你都死到临头了 你都不干一干 老欧 我说 有件事 我想问问你 你说 当初开办人大药房的时候 你想象 环球洋河店的老板 何永泰 借两百大洋 是啊 你怎么想想跟这个 你是怎么认识这个人的 朋友介绍的 怎么了 我怎么听说 这个人的社会关系很复杂 甚至有人说 他有国民党军方的背景 这谁说的这是 我怎么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这他妈不是胡说八道吗 什么叫做社会过境复杂 你我为了工作 不都得和那些三脚九流打交道吗 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没有了 你个人只有这么多 嗯 嗯 这还有招呢 小远 你吃这么多够了 嗯 我还没吃饱 你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呀 孩子还这么小 没吃饱就是没吃饱 你打他干什么 行了 妈给你点吃啊 孩子 吃吧 行了 行 真的够了 是 孩子 来 吃 我才能帮你吃饱饱 就 хочу 走 你哪儿 走 林苏 来了 小远呢 自己在乌儿呢 我想过来看看 有什么能帮上忙的 有什么可帮的呀 人还是这些人 连鬼都没有一只 都快闲得长出毛来了 老欧去敏西以前 把这个摊子交给我 让我做什么代理站长 我以为这是什么好事呢 我以为那是要提罚我 谁知道接了这个活彩证 这是个苦差事 这店里生意这么差 物价一天天见风就往上涨 经费呢 还是那些一点都没有增加 这站里啊 来来往往人这么多 送走一批又来一批 再来一些吃白食的 同志们吃饭都快吃不起 有些同志还不理解 说我什么 磕口省钱 真是不当家父知道才是 等老欧回来 我把这摊子全都还给他 谁愿意干谁干 我还不想操这份心呢 要不这样吧 明天我跟小远 就不在店里吃饭了 那怎么行呢 你要是这样子的话 又该有人说我都不是了 怎么会呢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孟苏 你可千万别怪我 我这也是万不得已 要不然我也不可能说这些话 怎么会呢 你能留我跟小远 在这儿住几天等老欧 我已经很感激了 怎么会怪你呢 帮助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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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朋友 帮助看 主持人 要这些帮助看 帮助看 快帮助看 我出不来 我也出不来 妈妈想带小远出来逛逛街啊 你不是最喜欢热闹了吗 你看 街上人多多呀 这么热闹啊 妈妈 我饿 刚才不是吃了一个红薯了吗 那我还是没吃饱 那我们就去那条街走走 走走就不饿了 去吧 卖包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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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远 那怎么回事啊 小远 你说你这 妈妈看看 你这怎么当妈的呀 就 太突破了你也不可以满射 可破了吗 我看看手 是啊 不哭了啊 慢点 小远 可以噎着了 买包 买包 慢点吃 吃完了 叔叔给你买 那个陈贵怎么这样啊 自从当了代理战长 穿着打扮变了 说话的口气变了 就连看我们的眼神也变了 整个人也小人得使 他真把自己当成老板娘了 郑会计 您别这么耍阿贵 真的 站里的同志都看不顺眼了 但又不敢说 现在除了老欧 谁都不能说他 一说就跳 根本不容冒犯 这哪儿还像穷苦人家出身 这哪儿还像党的干吗 这些年啊 很多人都变了 变成什么样的都有 只是我也没有想到 阿贵以前这么不实 现在也会变成这个样子 他在我们面前怎么样摆架子 都没有关系 可是他不能这样对你啊 你们曾经是那么好的关系 何况小远还是能活着孩子 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吧 他才看小远格外地不顺眼 周会计 我跟陈贵啊 是远房亲戚 又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姐妹 我非常了解她 她性格倔强又好强 就是出身苦了一点 从小呢 就受尽了别人的欺负和冷眼 一直到我们逃到了广州 参加了革命 才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他一直仰慕着欧大明 现在终于能和他结合到了一起 肯定是觉得苦尽甘来 今非昔比了 是啊 芙蓉其不勇 在党内 老是老自立的领导 老革命 他跟着张光 对外 他是药房的老板娘 他经常拿这个说事 吃得穿得比以前更讲究 说不然 就和现在的身份不符 不 怕引起外面的人怀疑 她呀 是害怕失去这一切 所以对大家都有所提防 对我 也就有了一些防备了吧 对 公司 我觉得你这样说有道理 毕竟还是女人了解女人嘛 你和老欧曾经有过那么一段 而且啊 小远又那么可爱 老欧爱她是爱得不得了 陈贵一看了你们来 肯定就提心吊胆 生怕老欧的心啊 还放在你们的身上 把你们当成假想敌了 于是就千方百计地 要捍卫自己所得到的一切 其实啊 我觉得陈贵这样做很少 如果她真爱老欧 就应该对小远好才对 而且她更不应该 失去你这样的朋友 我也没有想到 陈贵现在啊 就是怕一心都铺在了欧达明身上 爱得太投入了 甚至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 我真怕这样下去会出什么事 朱会计 我也拜托您了 帮忙陈贵 多提醒提醒她 她心眼耗石 她对革命也绝没有耳心 孟苏啊 你可真是一个善良的人 陈贵都这样对你 你 你还这么替她操心呢 孟苏 我看你就先别走了 孟苏 你别走 你也是一个交通员 孟苏 你来这儿找老欧 拖她向组织反映情况 也是在履行你的职责 不是来白吃白住 更没有吃她成贵的 用她成贵的 用不着急看她的脸色 妈妈 我们不等爸爸了吗 不等 可是我有点想念爸爸了 小远 我们以后再来好吗 好的 我们留在这儿啊 大家都为难 有什么为难的 实在不行 我自己掏钱 我也攒了一些 可以拿去用 就是啊 这么多同志 还养不起你们母子 江大夫 周会计 真的谢谢你们的好心 可是 你们不明白我的心思 怎么 今天 我看见小远去捡地上的包子吃 我就下定了决心 要带小远走 不为别的 只为一个做母亲的尊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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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先别着急走了 我要知道你会来啊 我一定早早地就赶回来了 儿子 来来来 儿子 我的儿子 疼 疼 哪儿疼啊 刚才在街上摔了一脚 磕膝膝盖了 应该好多了 没事了 我的儿子好可怜啊 儿子 你想想爸爸 想 能想啊 哪儿都想 我的儿子真聪明 老欧回来了 你路上顺利吧 是不是累了 儿子 我告诉你啊 爸爸更想你 快快快 洗洗洗把脸 我给你做好吃的 一会儿上医生楼 给我订粥菜 走 走 急如急如 快 快急如 我的儿子 来 吃一个这个 老欧吃了 慢点吃 慢点吃 儿子 你这跟好几天没吃饭一样 就是几天没吃饭 你说什么 小远 你别瞎说 这一到吃饭的时候 阿贵阿姨不就叫你 去吃好吃的吗 是你自己调皮 不好好吃饭 妈妈 骗人 一到吃饭的时候 妈妈就带我出去转 我肚皮都扁了 妈妈就给我买了一个 红薯 老欧 你说什么呢 阿贵 怎么回事 老欧 你别听孩子瞎说 这是我们在家 先吃了饭 然后他就非要到街上 去转转 我就带他去走走 然后他就要吃这个 吃那个 我实在没办法了 就给他买个小红薯 小远啊 今天晚上的晚饭 好不好吃啊 好吃 好 那爸爸下次还带你去吃啊 小远 快下来 回屋了 走 阿贵 你带小远去玩一会儿 我和沐苏说点事 沐苏 不错 你说怎么 你不是一直想和我 谈谈麦秋实的事情吗 现在啊 对啊 麦秋实正在米西受审 随时都可能定罪 怎么 行 你不着急 那我也不着急 我走了 等改天 你有时间的时候再说吧 等等 进来说吧 怎么 你是想让所有人 都知道我跟你谈神的事情吗 他们组织是不会随便 冤枉一个好人的 之所以把麦秋实 抓起来进行审查 就是因为 已经掌握了他 通缉盘别的证据 什么证据 这是组织上的秘密 我不可能告诉你 你想救麦秋实 我可以理解 但是 作为实案组的一员 在组织上 还没有做出结论之前 我来找你谈这件事情 这本身就已经违反了党的纪律 和阻止原则 我可是冒着 冒着牺牲自己 政治前途的风险啊 一刀 我不能做得隐蔽一点 还要大厂的门 再拿一面锅 四处敲一遍 发告天下呢 还要大厂的 这事 还要大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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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帮我看看孩子 帮我看下孩子 好 秋实他现在怎么样了 放心吧 我在那儿一直惯着她 她没找什么罪 她吃得怎么样 身体呢 也不错啊 虽然说她是受审查的犯人 但每顿饭吃得和我们这些 审查她的干部都是一样的 那你们什么时候 能把她放回来呢 这个 这个我真的不好说 那要看审查的结果吧 老奥 我求求你 你向组织说出好话 麦秋实他绝对不会背叛革命 这事儿一定是有人陷害的 你带我去米溪吧 我要去向组织反映情况 我要替麦秋实喜情冤屈 你是求过 过去你可从来没有求过我呀 你在我面前 一直给我的感觉是高口在上 让人觉得高不可拍 你